拘紅火焰狂燒 城鎮陷入一片火海 伊哈戰火引發中東亂世家軍 伊朗扶植的黎巴嫩真主黨 3號發射火箭和無人機 攻擊以色列北部邊境 引發野火 火勢在乾燥炎熱天氣下進一步燃燒 野火面積達到數百英畝 由於局勢升溫 以色列政府 已在數月之前就撤離以離邊境居民 但在救火過程中 至少六名預備役軍人受到輕傷 役軍參謀長開嗆 將決定是否對真主黨開戰 事實上以色列與伊朗兩個月前 才發生史無前例互轟對方國土 伊朗首度從本土發射無人機 與飛彈空襲以色列 如今以色列三號對敘利亞阿勒坡 發動空襲時 伊朗軍事顧問被炸死 外界擔心可能引爆 以色列伊朗兩國瀕臨交戰 加薩戰爭遲遲不停火 以色列總理納坦亞湖被質疑 故意拖延戰士好鞏固自己的位置 去年十月七號哈馬斯突襲前 納坦亞湖曾試圖修憲 結果遭以色列軍方強烈反對 如今又不願協調停火 恐怕只會讓他總理地位更加不保 不過哈馬斯也不示弱 對於拜登提出的三階段停火 4號強調除非以色列明確承諾永久停火 並從加薩全滅撤軍 否則哈馬斯絕不會同意任何協議 記者的行政文報導